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人帮远远低估了周总理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地位 虽然遭到了来自四人帮集团的政治高压 但并没有把人民群众的抗议活动给压倒 随着清明节的到来 广大人民群众在北京自发的举行了悼念周恩来抗议四人帮的活动 史称天安门事件 那这场事件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本期视频真实军就和大家聊一聊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 随着南京悼念游行事件的发酵 全国上下人民对于周总理的思念瞬间爆发 很快蔓延到了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 1976年3月19日北京朝阳区牛逢小学 以单位名向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 敬献了清明悼念周总理的第一个画权 3月23日安徽省一个名叫张学林的年轻人 又在纪念碑前为周总理献上了画权 上书人民功臣永垂不朽八个大字 可这两个画权很快就被当时的北京市公安局给清除 过了两天北京市五十八中学的学生又在纪念碑上 安放了献给周恩来的画权 还有一个写着敬爱的周总理 我们日夜想念您的横扁 被几十名工人排到了画权旁边 随着清明节的到来 来到天安门广场前悼念周总理的人越来越多 画权也越来越多 在四人帮强大的政治压力下 人们只能通过悼念周恩来这种方式 来曲折的表达对四人帮的愤恨和对文革后中国社会现实的不满 悼念周恩来是人们活动的主要内容 同时也是表达怨恨情绪的一种掩护 在得知了南京事件的消息 北京的群众对于悼念和抗议活动更是鼓舞 3月30日 北京总工会等29人送来了一个贴有道词的画权 这个题为悼念敬爱的周总理 是与资产阶级血战到底的道词 是天安门广场前出现的第一个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导词 里面包含着明确的政治内容 不必辅阅的直面抨击四人帮 引起了人们的热烈议论 到了4月份 天安门广场前的悼念抗议活动之形式 引起了四人帮的恐慌 联盟召集公安局开会商讨对策 并提出了清明节是旧传统旧习惯 要求禁止送画权 坚决清除纪念碑前任何关于反动的东西 对于写诗词的人也要跟踪处理 次日便成立了首都工人民兵 是公安局联合指挥部 并抽调了公安干警 民兵各3000人组成机动力量 随时出动应付局面 然而四人帮明显还是小看了人民群众的力量 不但压制没有效果 而且还火上浇油般让人民群众更加愤慨 4月2日 中国科学院109厂的职工 以四辆汽车开道 抬着献给周恩兰陈毅的巨大画圈和巨型石碑 穿过王府井大街等繁华地段 走进天安门广场 石碑尚书 红星以劫胜利国必须再开革命化 倘若魔怪喷毒火 自有情妖打鬼人的失去 这是北京第一支大规模并有组织的游行 并迅速成为热点向全国蔓延 天安门广场上聚集的人越来越多 到了4月3日就达到了100万人次 4月4日清明节 群众行动达到了高潮 到达广场群众达到了200万人次 整个广场到处都是花圈和张贴的诗词 形成了空前壮观的场面 天安门广场上上一次出现这种场面 应该是49年的开国大典 只不过两者一个是解放自由的场景 一个是肃穆悲壮的气氛 那百万群众聚集天安门具体都做了什么呢 四人帮又会怎么去应付呢 在天安门广场前 上百万人的聚集 悼念周总理 有的人是现场书写大字报标语传单 有的人现场发表声讨四人帮的政治演讲 还有的人眼含泪水 大声朗诵道词诗歌 这些手段都是人民群众在四人帮的压制下 所能使用的唯一舆论工具 通过这些工具 人民群众表达了他们的意志和愤恨 短短的几天内 广场前就写出了大量优秀的诗文 表达出了对周恩来的怀念 和对极左政治势力的痛恨之情 例如一个钢铁厂的工人写道 黄浦江上有座桥 江桥腐朽已动摇 江桥摇 眼看要垮掉 请总理指示 是拆还是烧 这里面的江桥 便是隐喻当时四人帮里的江青和张春桥 还出现了一篇直面抨击四人帮的传单 里面写着这样一段话 江青扭转批林批孔的大风响 企图把斗争矛头对整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在周总理养病期间 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 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中央工作 全国人民大快任性 可最近所谓反右倾斗争 是一小说野心家的垂死方案活动 他们已经成了不得中国人民人心的国家老鼠 这场天安门事件 这些诗文不仅发泄了人民群众聚集已久的怨恨和不满 还深度表达了人民群众的赤诚信念 那这场以中国人民为主角 悼念国家总理这样自发的群众性文化运动是不多见的 反映了人们对周总理的情谊之深 更反映了中国人民在面对压迫时坚强的不去抑制 在世界文化史上 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在作诗朗诵诗来表达意志 也只有在文化大革命的控制下 挣扎和酝酿着突破的一代人才能造就这种奇观 但轰轰烈烈的天安门事件 在人民眼中是红色的 但在四人帮眼中却是反动的 拥有中央权力的四人帮 又会怎么样来镇压这场运动呢 在激烈对抗下 又会发生怎样的血腥冲突呢 下期视频 真实军继续为大家讲解 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结局 好了 我是真实军 只讲真实历史 如果你看完有所得 不妨点赞关注交个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